经过说明才了解到地上这些小石头 都是当初开挖名坛发电厂时 所挖出来的废土 因为这些经历让大湾光电厂 在开发初期就遇到困难 却也遭就有不平凡的工程特色 因为去气炸区嘛 气炸区就是大概弄个进浪品 高个地里面有很多大小石头 后来他们就想去帮忙 就是用一个自然工厂 就是里面都没有整地的 高个地里我们就是直接挖洞 把那个支架放进去 就是整单的石头混凝土弄起来 但我又计算一些强度 是符合那个以后的荷重 尽量底下高低 可是上面是平的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自然工法 为在水里大湾地区的光电园区 从108年9月21号开始发第一度电至今 都是为了绿能环板来做准备 就算是阴天也能够利用积少程度的方式来成功发电 类似现在目前这种天气都还有三层左右的 那像一直要到像夏天的话 可能它会花到六七点太阳 太阳已经整个都暗来那时才看没 那目前其实光电这个部分 应该是还还蛮不错的 随时都一直在花 就大概半大概差不多八点到隔天早上的五点这一段就不花 怎么让低日照可以发电 我们用积少程多 我们把很多光电板串在一起 就是你串多片一点积少程多 所以它在低日照的时候也会发电 因为黄春林肯定大湾发电厂的用心 也希望只有开发再生能源的方式 能够让民众用电无余 水里村大湾地区 过去是我们台电发电厂的气图厂的收容中心 在108年台电民团发电厂响应政府的利能环保 在保留原地貌的情形下 全城不开发的潜艇打造13公顷的大湾光电圆区 希望借由这种方式来利用天然的直言发电 园区位在县道131县与水里溪之间不容易被发现 有很多南投乡亲都不知道 水里在台电公司的用心规划下 有太阳能的光电厂 其中在地的故事与历史 也欢迎有兴趣的乡亲一同来了解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